像是什么人 你不清楚 我不说实话能行 没想到连累到你们哪 幸亏没出什么大事 这是过去 原来是这样啊 陈老黑还真是恨我呀 看来不枕倒我赵家客栈 他是不死心 自然妹子 我和陈老黑不是一样的人 自从明山兄弟回来以后 他这心里就不舒服 他就琢磨着怎么害你们哪 你可得小心 魏大哥 您是什么人我心里清楚得很 我应该谢谢您 自然妹子 你还得听我一句劝 您都救了他们了 就别留他们了 让他们赶紧地走 人的本性是很难改的 早晚得出事 你放心吧 这件事情我会妥善处理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该死的陈老黑 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看来上次收拾他收拾清了 你还要收拾他呀 再炸他一回 我觉得现在啊 最好是按兵不动 我在这 潜伏 才是咱们的第一证 快呀 喂 你来干嘛啦 你来干嘛啦 女嘉 今天学校放假 我待得无聊 想让你带我去赵家客栈 吃好吃的 买的 你看 我有这么多事情要做 你自己去吧 我自己去 我自己去 背口 你帮我搬点事吧 搬事 可以啊 什么事 客家那几个球子 旁边不是什么编分的 你帮我盯着点 看看天明有什么不对劲儿 给我汇报吧 拜托啦 好吧 服务生 点菜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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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小姐 您喝茶 那个 有什么事 您一定第一时间吩咐我 谢谢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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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喝点 您喝 您喝点 好 好吧 妹子 咋啦 你说 你说啥 你叫我啊 是啊 咋啦 有事你就说 没事 就是看你啊 伺候的真丑狼狼 那是吗 林子小姐 她是村上司令的妹女 你这要是万一没做好 她会跟她哥一说 你不给咱老板找麻烦吗 点菜去了啊 好 走 此兰姐 您回来了 来 此兰姐姐 您回来了 林子小姐来了 听当家的说你病了 我一直没有时间去看你 怎么样 现在好点没有 我已经好了 我今天来啊 就是想吃赵家客栈的溜肉段 能不能给我做一道啊 当然没有问题啊 浩厨 来个人 咋啦 老板 要孙大厨给林子小姐做一道溜肉段 好 重 勺腾 马上就好 坐吧 子兰姐姐 我怎么没看见马先生呀 他不在吗 他呀 在治安大队呢 这个是我专门为马先生准备的礼物 还带什么礼物啊 前段时间我生病 马先生对我非常照顾 这个是回礼 林子小姐 你太见外了 你尽心尽力教他日语 他照顾你也是应该的呀 不 马先生不仅照顾我 那天还特意为我做了一道疙瘩汤 我哥哥都没有为我做过饭呢 马先生是第一个为我做饭的男人 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所以我一定要信 要不然我会愧疚的 不就是一道疙瘩汤吗 以后啊 林子小姐想什么时候吃 我就让他给你做 真的吗 可是会不会太麻烦了呀 不会 这疙瘩汤啊很简单 我估计他也就会疙瘩汤了 其他的什么都不会 对了 子兰姐姐 那几个厨子最近还安稳吗 你放心 他们很老实 彻底改席归正了 那就太好了 不过我真没想到 土匪做饭也这么好吃呢 其实啊 还不是被这世道逼的啊 要是世道安稳的话 谁愿意上山当土匪啊 不过呢 多亏了村上阁下 他来了以后 哈城稳定多了 百姓啊也能正常生活了 你哥哥是个了不起的男人 我也这么认为呢 他跟马先生都是非常棒的男人 好 本位已经完成了 约三台已经已经出发了 我今天就只剩下一个人 关心我 好 大队阁下 我也没什么大事 我来呢 就是想向您汇报一下 最近啊 孙永福他们几个很规矩 请您放心 还有 今天白天 灵子小姐去我们客栈了 我想问问 这个服务还满意吧 满意嘞 这都是小事啊 不要挂在心上 好 大队阁下 这 最近有什么情况 需要我注意吗 没有什么情况 不过 算有个好消息吧 好消息 好消息 那能不能告诉我 让我也高兴高兴 哈长抗了十二支队 你还记得吗 记得 就是抢了赵元县那会儿抗连 那边的皇军 已经布置好了包围权 我也要派我的部队先去接应 哈长抗了十二支队 很快就被我们围剑 好事啊 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啊 是吧 我刚刚得知啊 这几天小鬼子一直在调兵 他们准备包围赵元县 想彻底地消灭十二支队 现在包围圈已经形成了 即日就要进攻 不行 那下个法子通知他们 让他们撤出来 在日军的重兵包围之下 他们唯一的退路 就是深山密林 可一旦他们撤进山里 我们想和他们取得联系就困难了 对 这样吧 尽量安排我出城 不想办法跟他们会合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被害死呀 不行 你们几个都不能出城 你们一旦离开客栈 村上就会知道 何况是出城呢 现在城门口查得非常的严 就算我想出城 也得想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 那这样 如果你出城的话 带校园一起吧 怕熟悉低行 而且也知道我们的街头暗号 对 也带上我吧 那一带地形我也收 那好 就这么决定了 我现在去找赵子兰 让他也帮我想想办法 好 子兰 你不是说今天要做好吃的吗 我怎么没有看到啊 老娘心情不好 不想做 好 怎么了 这是要送谁的礼物吗 这是林子送来的 是为了表示某些人的辛苦照顾 是这样啊 你说他还挺客气的 这送的什么呀 姓林的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是 什么什么意思啊 少跟我装糊涂 我问的是林子 这我的话说到那个份上了 你还一个劲地躲 还有那么多的理由来应付我 不过我觉得你对林子不错呀 这才是你真正的理由吧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啊 你少装 你那么聪明还不懂啊 我就问你 你是不是喜欢林子小姐 这怎么可能嘛 那还跟人家那么热乎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我之所以和他走得那么近 完全是为了行动方便 我才不信呢 你 今天林子还甜甜地说 我也觉得 我哥哥跟马先生是 超棒的男人 人家看上你了 我可以保证 我对他一点想法也没有 再说他是日本女人 你说我怎么可能 会喜欢日本女人吗 既然不喜欢他 那为什么不接受我 这 这就完全是两码事 咱不如说个不提了吗 我都被你绕糊涂了 你现在听我跟你说件正事 我要出城去赵燕县 你能不能把你采办山获的通关证 借我用一下 不借 现在小鬼子已经包围了赵元县 十二支队的同志们岌岌可危 我必须要去通知他们 否则他们会全军覆灭 你说你一个治安主任出城 谁敢拦着你啊 就是因为我是治安主任 我出城才需要一个正当的理由 否则日本人会怀疑我的 你呀 怎么说你呢 现在村上还盯着咱们呢 你还敢行动 借不借吧 这个忙我可以帮 我可以借给你这个通关证 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你说 你以后啊 离那个林子小姐远一点 我看着闹心 成 还有啊 我说的话你自己好好想想 关于我们俩的事 这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咋了 老娘配不上你啊 配 不是 我的意思是配得上 可是你也知道我这不是有纪律吗 小废话 你答不答应吧 答应 还有啊 还有 怎么了 不耐烦是不是 不是 你说 你要带上我 不行 你想啊 我们客栈出城采办山货 就是因为你这个老板去不了 才让我这个丈夫去 你去我还去干什么 哦 现在承认是我丈夫了 那你那纪律呢 不是 你怎么又来了 我这不都已经答应你了吗 那行 你要记住你答应的事 谁啊 干啥 吴小姐 我找你了 你给我站住 看到老娘就想走啊 不是 那个 吴小姐 我没那意思 我 误会误会 我等您穿好再进来啊 姓孙大 我告诉你啊 老娘可不是好惹的啊 你是不是看上我了呀 不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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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吴小姐 您真的别误会 我来找您是有正事 您这个鱼烂闹死我的呀 我没那意思 吴小姐 我 我真的我先戳去行吗 让 让你 说吧 啥事 没有 那个 马老板要戳趟程 说这点子弹 防身 戳程啊 有任务吧 带我一个行吗 不是 不是 没有 真没任务 只这样 这戳程就取趟杉绅嘛 你不知道这事吗 是不是有任务 干啥 求子弹 还想知道子弹在哪儿啊 不是 我站不去 站不去 那我的子弹好不好 现在归我保护案 好好好 不许抓回来啊 不是不是不是 抓好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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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吗 够 够 还看呢 没有 好看吗 好看 老娘再穿件衣服让你看啊 不不不 少许 没那意思 我 我走了啊 谢谢 谢谢啊 我也当官了 还是抗怜的官 他们有行动怎么告诉我呀 也不跟我商量商量 太可把我这个领导放在眼里了 大雅 干嘛呢 我也出城 搭个车呗 我们不顺道啊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咋就不顺道了 有行动都不给后警队长说一声 这不是比我发不过 戴不戴吧 上车 你 你 来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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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王 今天你值班啊 是 王主任 你这 出城干吗去啊 帮我媳妇去采办山货 顺便呢 帮村上夫人取野山参 那赵老板人呢 她今天感冒了 身体不适 所以呢 我就带着几个人帮她去取 行 马主任 来 那你慢点看啊 谢了啊 来 帮你 帮你 前面就应该是赵远县的地界了 撞过前面的蛤蟆山嘴 就到队长说的联络点了 到时候会有人接应 对上暗号就可以接头了 但愿他们还在哪里 你们看前面 是鬼子 正好老娘有些日子没开枪了 把枪收起来 让你跟来你得听指挥 那怎么办啊 我下去看看 正好我想打探一下 你们在车上别动 可是 你别忘了我现在的身份 我也去 你别忘了 小心点 展军 那儿有人啊 那边有人 那边有人 退后面去 别开枪 自己认 干什么呢你去 我是村上大佐亲自任命的 哈城治安主任马明山 出城呢替我媳妇采办点山货 你们这是 山哥 打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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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马教授 你还是幸亏地离开的 否则 相信雨下抗联的财务 有抗联 这听说 马上就要攻打赵燕县了 什么时候才能听到好消息啊 这有抗联在 我出个城都提心吊胆的 很快 估计今天晚上就会有消息了 今天晚上 我听村上大佐说 这包围圈不是还没形成的吗 是的 包括要和司令部 已经下载了进攻命令 我们已经负责在山上选落 防止这些抗联 从小六头走 哦 这么说 那就好 那就好 既然有抗联在 我就回城了 什么时候去了哈城 到我的赵家客栈 我请客 没问题 走走走走 走走走 你们刚才都听见了吧 小鬼子提前行动了 看来十二支队的同志们有危险了 要不干脆跟他们打一家伙 十二支队不就听见动静了 幼稚 我们遇到的这支小队就是巡逻 目的是为了防止 十二支队的同志们分散投入 像这样的小队肯定不止一个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去不了赵远线 那就没别的办法了 咱们费这么大劲出荡城 不就是为了联系十二支队吗 别说现在没办法赶到 就知道了 也来不及通知城里的十二支队啊 那就只能放弃接应了 使不得已 必须放弃 快 我腿脚快 你让我跑一趟 我超近道 我不同意这种无意义的冒险 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 是人和计划 除了人和计划之外的冒险 我都不同意 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十二支队的同志们 有能力去化解这次危机了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你说的这什么人和计划是啥玩意儿啊 不该打听的不许打听 硬不 对了 这儿离网港不远啊 你是说网港的航空大队呢 对啊 咱们出荡场不容易 咱们瞧瞧去吧 你说的对 咱们儿子 你别犯了 咱们儿子 那里 咱们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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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飞 你看 那边有人 今天出门没看时辰 请遇上这些杂碎 看他们归归细细 肯定没啥好事 快点 这儿 跟你说 你一个人跟着他们 如果出现什么事情 我们三个会测试你 到时候你也别乱动 然后看我眼色行事 明白了吗 知道了 你们小心点 好 走 又不是 我 我 送他 什么人 为什么跟着我 他奶奶 落你们手里面 爷认栽了 你嘴还挺硬你 都这熊样了 你还跟我装爷 别动 快对 把他们枪下了 现在知道谁是爷了吧 反正已经落到你们这帮 狗汉奸的手里了 要杀要挂 随便 说谁狗汉奸哪 也不看自己穿的这身狗皮 你狗屁 中国人打中国人 你们这帮人连狗都不如 大雅 大雅 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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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可以试试 但坦白不能太彻底 就说我们是哈城抗连的 我明白 下面我要问的问题 对于你们来说很重要 关系到你们的生死 所以 你们一定要如实回答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偷偷从里面跑出来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有种开枪 老子做鬼也不会放过 你们这帮狗汉奸 掌柜的 你听他说这话 整得自己跟抗连似的 王家子 别跟他废话 一枪毙了得了 你们一会儿掌柜的 一会儿当家的 废不像废 鬼不像鬼 难道你们是抗连的 扯淡 抗连的好像他们这样的 穿得这么光鲜亮丽 咋啦 你见过抗连的呀 我当然见过 那抗连的长啥样啊 抗连都是穿得破衣懒衫 面黄肌瘦的 那是让你们一个个的 你再看看这位大仙 把自己长得跟二货似的 我去 你说谁二货 谁二货 别别别 别说你说二货了 别别别 别别别 别别 打牙 别动 打牙 别动 打牙 别动 打牙 不许哄闹 你 你 叶蓝 卧听风吹 就一定会希望 听风吹 有点 帮你 他 让我 那 我们 跟 我 走 是 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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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都能够想出办法来建议你 可这五天之内 你还要替我完成另外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 帮我搜集一切 有关航空大队的情报 比如说 像人员编制 装备数量 战斗参数 内部运转流程 战斗规定等 有多少我要多少 还要特别留意 这近一年来 航空大队有哪些反常的举动 比如说以前是这样 现在突然改变常规 而且还特别保密呢 好 我能完成任务 这起义时间 就按照你们的原计划 定在五天之后 到时候 你们就往我们这边跑 我们会在路上截住轨子 吸引他们的火力 帮你们争取撤离的时间 在此期间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来哈城的 赵家客栈来找我 好 祝你们成功 虽然陈武他们 已经凶多吉少了 但是 能够遇到航空大队的 这也是让人振奋的消息 都是好样的 计划觉得如何 计划是不错 可是 现在客观条件 有点不充足 首先你看啊 我们的人手不够 鬼子那边 人手肯定比我们多得多 还有就是 我们现在要争取足够的时间 那武器弹药恐怕不够 我知道困难会很多 但是孙队长 你应该知道 如果冬子能够带出 有价值的情报 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必须掩护他们成功地撤离 这个我知道 但是 想要搞到子弹 实在是太难了 这人是太难了 要不 咱黑市买去吧 我知道到外有一家黑市 只要有钱 什么都买得到 你说的是马九吧 特不远 你也认了 上次为了救你们 和他接触过一次 他这个人 虽然很重江湖义气 但是绝不会轻易射线 他不可能白白地把子弹给我们 那咱给他欠我都算了 黑市的东西贵着呢 我们哪儿来那么多钱 更何况 你们没有 我有 等一下 咋的 开会这么重要的事 也不通知后勤队长 你们啥意思呀 没把我当自己人呗 不是 那个 吴小姐 我们开的这是作战会议 作战会议咋的 我不是抗怜的人哪 行动我有没有参加过 山哥 你看我说得对不对 对 是我考虑不周 说吧 要多少钱 这具体的数目还不清楚 我需要去问问价儿 那好说呀 我全部都给你 要是多了 帮我治权抗怜 少了我也没办法 打烟 山哥 给 这是我从山上带下来的 所有的钱都给你了 这 孙队长 来 你暂时保护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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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可不行 我只相信你 打烟 别胡闹 你谁胡闹了 你看他这操老爷们样 弄丢了咱这 要不这样吧 要不这样吧 这钱呢 我还拿着 回头你们买子弹的时候 到我 带我一个不完了吗 行行行 就这么定了 来 来 你到底怎么得罪他了 我哪儿知道啊 进来 子兰 怎么样 弄到子弹了吗 没有 是有啊 咱们也买不起 太贵了 一条黄鱼一百发 那么贵 子兰 你再想想 除了黑市哪儿还可以弄到子弹 没有 我有个主意 你看能不能到你们治安队想想办法 治安队 对 别死心眼啦 想个游子 我这也是没辙 你自己想想吧 反正又不是我的事 我再想想 姐夫 大江 进来吧 姐夫 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没有啊 就告诉我吧 我都听到你说那些话 什么话 梅子弹 不是 姐夫 你到底是想干啥呀 好 大江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那姐夫我也不瞒你 其实啊 你姐夫啊 是想壮大我们治安队 想给我们治安大队整点装备 大江 你想想 这论实力 我们比不上皇军 论人数呢 我们也比不上皇军去 你说说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啊 所以我就想啊 弄点子弹 带兄弟们去打打把 练练枪 你说这事好不好 我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的事 但是咱们不能花自己家钱 买子弹 那不亏大发了吧 我也知道 这不是没主意了吗 向平 向平 来了 走 主任 向平 咱们仓库里还有多少颗子弹 没多少子弹 这日本人说我们就是一巡轮的 三个月才发一箱 这箱子弹还是两个月前发的 这弟兄们这枪法能打得准人吗 不行啊 这枪法得练啊 是啊 主任 谁说不是 是 可是这一发了 每个人不到十发 这怎么练啊 怎么这么开心啊 是不是子弹的问题解决了 真的 是村上大佐帮忙解决的 你们去偷弹药库了 弹药库哪那么容易啊 守卫的比先民队还严 那你们怎么解决的 来 先请自当 马俊脸 这是你自己写的 是啊 写的不标准 让您见效了 写的确实不标准 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你的理文能达到这种的水平 确实不易 准备 那个都是灵子小姐教导友帮啊 都是马主任学得好 好 见过灵子小姐 灵子 你又不经过允许 就进入我的办公室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你以为我愿意来啊 你一工作起来就只知道板着脸 一点笑容都没有 要不是看见马主任在这儿 我才不进来呢 马主任不是外联 但是如果有外联在 你不可以这样子 知道了 欧妮家 不可以这样子 马主任 你认为 军药机子是选择的治安大队 真的有必要进行枪法训练吗 报告大佐各家 我认为非常有必要 我作为治安主任 从来就没有把治安大队视作 只能用来进行民事管理的 非正式军人 在我认为 只要穿上军装 那就是军人 军人就必须要掌握过硬的军事技能 这样才能在最需要的时候 把他们派成用场 最近嘛 我们比那些个黄邪军 还是要强些的吧 大佐各家 正所谓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现在的付出 就是为了他日 他们能够更好地辅助您 实现大东亚共荣 帮你夹的 我又想 马主任说得对呀 应该让他们进行训练 您不是一直说希望以明知名吗 你想啊 治安大队变得更强大了 是可以帮到您的 好 好吧好吧好吧 你们修复我的 稍等 行啊你 你这脑子怎么长的呀 这么快就想出办法了 不过 你们怎么调包这个子弹 我打算 办法都在这儿 你就等好消息吧 不会来危险的吧 你放心 现在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主任 这就是我们固定的靶场 这回啊 我们换一个靶场 挑一个比较偏一点的地儿 虎头啊 主任 这可是虎头奥啊 这可太偏了 我选择虎头奥 我选择虎头奥 原因有三个 这一梦 你沉睡了很久 这一梦已沉睡了很久 你是否和我一样 期待黎明的到来 我选择虎头奥 这一分尽是坚守的誓言 你是否 读懂我心的期盼 这出品是否银行 我选择虎头奥 顺下的日子 我选择虎头奥 也否在你与我选择虎头奥 当你在我生命里重现 当你展开温暖的悲怀 当你展开温暖的悲怀 当你在我生命里重现 当你展开温暖的悲怀 当你在我生命里重现 当你展开温暖的悲怀 当你展开温暖的悲怀 当你展开温暖的悲怀